珠宝首饰产业作为攀鱼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 目前各相关企业正有序复工复产 企业在按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加快恢复产能 保障订单如期完成 在沙湾珠宝产业园 有近百家珠宝生产企业过万名产业工人 其中这间珠宝生产企业有六百多名员工 已经顺利回到工作岗位 现在有班上了 肯定个个都是很高兴的 根据政府现在防疫的一些变化 我们也跟着这个政策在走 我这个正常戴口罩 洗手 出去回家 直接下班就回家的 杨先生表示 从11月至今 企业一直保持运转 部分员工留守在企业进行闭环生产 购置瑜伽垫 包括领盆 拖鞋 什么所有员工的一切生活物资 当天已经配备了两百套左右 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员 在晚上的十点钟之前 必须入住到工厂 进到工厂以后 就不能再出产业员这样子的要求 在员工的积极配合下 公司11月销往全球各地的珠宝产量 顺利达标 大部分都是做国际的订单 所以在这个国际的订单 不断的情况下 我们也采用了很多的新的做法 就比如说一个是叫做闭房生产 生产的这个流程 或者是我们各方面的那个情况 会做得更好 基本上98%以上都出公共产 产自攀鱼的珠宝首饰 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极大份额 享有世界珠宝 攀鱼制造的美誉 近年来 攀鱼区着力推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 疫情期间 仍能保障产业链上下游畅通 为产业高质量发展 做出贡献 k放了 任何 世界珠宝